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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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格線上面 這格線點 點上面把它的字串打上去 所以利用這種方式呢 你就可以放你要的值 不但y軸可以改 x軸也可以改 看你要怎麼改就怎麼改 甚至你改上去 這個字還可以把它旋轉 那這細節我們就不仔細講 那麼通常我們剛剛講說 我一個圖軸裡面可以畫好幾條曲線 但有時候我希望畫好幾個圖軸出來 那用的 command 叫 subplot 那 subplot呢 一般形式就是 m、n、p 將四雙分為 m乘n個區域 譬如說你要將整個四雙 你要畫六個圖 你可以把它切成 這個樣子 六個圖 所以這邊就代表 n等於2 那這邊代表 n等於3 這總共六個圖 那你要畫在哪一個圖呢 這是要用這個p來控制 所以p呢 p的順序就是 從左邊到右邊 從上到下 所以這是p等於1 p等於2 p等於3 p等於4 p等於5 p等於6 那你一下達那個 command 之後 你下一次所畫的圖呢 就會呈現在這個小的框框裡面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呢 也是很簡單 x從0到4pi 每次跳0.1 所以你看 現在就看得出來 21 22 22 23 24 就是把它拆成2乘2的小單位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一邊2一邊2 1234分別就是1234 把它畫進去就可以了 那其他應該很簡單 所以你要先下達sub command 他就知道說plot要放在什麼地方 那畫出來的圖形呢 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221就是這個圖 222就是這個圖 223就是這個圖 224就是這個圖 所以這應該蠻直覺的 但是有時候另外有時候 你想要控制它的圖軸的長寬比 那長寬比呢 你要下的command是這幾個 x is normal square equal equal tight 那我們來 有時候講了老半天 還不如直接來看範例比較快 我們來直接看範例 這邊呢就是要先畫完 才能下這個command 這和subplot不一樣 subplot是 你剛剛講說 我要先下達subplot 我才知道要畫哪裡 但畫上去之後呢 我要控制它的圖軸 所以這個是放在後面 所以這個順序不一樣 有它的道理在 不要弄錯 好 你看喔 同樣的資料 畫出來四個不一樣的結果 最主要就是你怎麼控制圖軸 第一個呢 我控制axis normal normal意思呢 我表示這個長和寬呢 是跟我螢幕的比例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按照螢幕的比例把它畫出來 那axis square square這個也很明顯 就是變成方形 你看它的圖軸 是正方形的 方形 那axis equal equal就表示說 我x軸的一個單位的長度 要等於y軸一個單位的長度 有沒有 所以你看0到1 這邊0到1 一樣的 這邊一樣 這邊是一樣大 所以呢這個圖形就會變成扁扁的 這個才是實際真正的圖形 x軸和y軸的刻度呢 它的scale是一樣的 那最後一種呢 叫axis square tight 這是square嗎 應該是 抱歉這邊可能打錯了 我看前一頁寫的是 是equal tight 抱歉這邊是equal 改掉 equal的意思就是一樣嘛 有沒有這邊 這個長度跟這個長度是一樣的 equal 然後tight呢就是把圖軸壓進來 把它壓到 剛好把圖包得緊緊的 所以叫equal tight 這個要改掉 所以你可以控制你的圖軸 產生你所要的 你所要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邊就在說明 還有最後還有一個這邊一樣 axis image image是等於兩軸的刻度比例一致 適用於影像顯示 那axis image跟equal的效果 應該很類似 但是到底有沒有完全一樣 這個我不確定 各位可以直接試看看 打開看不同的command進去 看看會出現什麼樣的效果 那如果是打axis image 就很明顯 就適用於影像顯示 x1y走不能變形嘛 你畫呈現出來的圖 一定要長寬比例要對嘛 所以你用的command就是axis image 那color definition呢 color definition呢 是改變圖軸然視窗的背景顏色 你可以把它改掉 比如說color def white 就是白色的 color def black 就是黑色 那這個各位也是把圖畫出來之後 你要先要呼叫它 然後再把它畫圖畫上去 就可以看到它出現背景不同的效果 那color def non就是指 回到舊版的預設值 這個就不是很重要 那麼這個我們剛剛看過 greed on就是把它的隔線畫出來 greed off就把隔線拿掉 那預設值是greed off 它還有box on跟box off box是指圖軸最外面的那一個框框 叫做box 你可以把它拿掉 box on就出現 box off就拿掉 然後再過來呢 你可以加入說明文字 很多人都一樣 因為我們實驗室的同學 很多人就畫一張圖 就說老師圖是這個樣子 當你看到一張圖的時候 你第一個會看什麼 那圖曲線高高低低嘛 第一個會看說x軸是什麼 y軸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把x軸打上去 y軸打上去 這樣人家才知道說 這個圖代表是什麼意義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怎麼把說明文字打上去呢 你可以 這邊有幾個指令 title就是圖形的標題 title後面打一個括號 把標題放進去 它就把這個標題放在圖形的最上面 那麼xlabel就是x軸的說明 ylabel就是y軸的說明 zlabel就是z軸的說明 zlabel就是z軸的說明 那legent就表示 你畫了很多條曲線之後 你要在旁邊打一個小框框的說明文字 叫legent 那text和gtext 這個我們在圖形中 任何地點加入文字 就用text跟gtext 後面會提到 來看一個簡單的範例 所以我們有兩條曲線 一個是sinx 也是exponential-x 那我把它畫出來 這是第一條曲線 這是第二條曲線 畫出來之後 我加上一個xlabel t等於0 2 2 pi 注意它這邊加一個 反斜線pi 的意思表示說 manlabel會認得 這是一個特殊的符號 那到時候它真正打出來 就打出一個pi 的希臘字母 所以 只要有一個反斜線 就表示它 把這個視為一個特殊的符號 把它的希臘字母打出來 那麼 y的label呢 是values of sin t and e 這個東西 這邊 這也是一個特殊符號 這表示上標的意思 它會把這個-x 拉到e的上 這個exponential的右上方 然後這個title在這裡 function plus of sin t and e 什麼東西 那legian它就會把 兩條曲線分別代表 一個是sin t 一個是exponential的-x四方 用一個小框框表示出來 所以有這些東西 全部把它加進去 你的圖形才算比較完整 我們來看看出現的效果 就類似這個樣子 有沒有 這是x-label t等於0 0 to 2pi 這是y的axis y的label values of sin x and exponential的-x四方 然後這是它的title在這裡 legian在這裡 所以它立刻就可以 可以幫你對起來 這是第一條線 這是sin的x 第二條線 是exponential的-x四方 那有的這些東西呢 整張圖看起來就很完整 你就知道說 分別它代表什麼意義 所以這個圖形 這些能夠把文字加進去 是很特別重要 那麼我們剛剛可以產生 上標下標 希臘字母數學符號等等 這些都遵循一般la-tech 或是tech的數學模式 當然如果你對這個東西不熟 你就是要稍微記幾個東西 一個是反斜線拍就會打出這個拍出來 有沒有 然後打一個向上的箭頭 就會把它移到上標去 像這個 如果你要移到下面就是放一個底線 後面的東西就會被移到下標 這幾個是最基本的 那你就可以把一些重要的文字把它加進去裡面 那麼tech的指令呢 是把一個字串呢 放到一個固定的位置 放到一個你給定的位置 你給的座標是x和y 他就把這個字串呢 放到xy這個位置上面去 所以看你要怎麼樣把它加進去 好 來看看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看起來有點複雜了 所以你要知道他到底在做什麼事 就是說x也是這樣0到2π 我要畫出兩條曲線 一個是sinx 一個是cosx 接著我要打文字上去 我打在哪裡呢 我打在4分之π的地方 這是他x座標 然後y座標在這裡 x座標 y座標 我要打什麼文字呢 我要打 這邊有一個left arrow left arrow 你看文字 你只要注意有反斜線 就代表後面是一個特定的文字 left arrow呢 這整個呢 會把你打出來一個鍵號 直到左邊去 向左的鍵頭 那向左的鍵頭上面會打出什麼東西呢 接著就會打sin 這邊會變成π π除以4等於0.707 就是sin45度等於根號2分之1 我就會把這個打到我的圖上面去 那麼第二點 我要打另外一個東西 我要打在5分之4π的時候 我打cos5分之4π 我要打到另外一條曲線上面去 那它的自串呢 就是cos5分之4π等於-0.707 然後再打一個right arrow 往右邊指 所以一個往左指一個往右指 但是呢 你往左指往右指呢 你看這個點 它預設呢 會把它 把這個自串的定位點呢 放在最前面 所以你看 第一個是打left arrow 是這樣打 就這一點在這裡 它打一個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是自串 那麼第二個呢 它是打right arrow 所以理想上呢應該是 它是先打一個寫一堆數字 然後打一個right arrow 那這一點呢 如果你沒有做任何動作呢 它的定位點會放在這裡 所以就完全不對 所以你要把定位點移來這裡 這邊就是你的xy 這邊就是你的xy 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的horizontal alignment 把它改成right 就是它定位要定在哪裡 前面預設就是定位在左邊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掉 就把它改成右邊 定位到這裡 才會把它的方向 這個位置才會對 我們直接看結果可能會比較清楚 有沒有 這是畫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 我要打在這裡 有沒有 這是一個left arrow 然後這次算 sin四分之π等於0.707 但是這個自串呢 你給我x座標在這裡呢 所有的 你給我任何自串呢 我預設都 假設它的定位點在最左邊這裡 所以直接打在這裡 自串就擺在這裡 那在這裡呢 如果你不跟大家講說 我的定位點放到右邊去的話 它變成這一點在這裡 但是這整個自串會移來這裡 因為它還是以自串的頭 當定位點為止 所以你把它改成 以右邊為定位點 所以整個自串就會移來這裡 然後直到這一點 這樣就整個就對了 所以這是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你要自串要放上去 如果你沒有跟它講 它的定位點一定在最左邊 這個自串的最左邊 不然除非你要跟它講 它才會改到自串的最右邊 這是比較tricky的地方 所以這各位要注意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那個其實還有點麻煩 這個text你要把它固定打在那裡 但有時候你就不知道 左邊右邊好 有時候說我要打在這裡 我要打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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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標是多少 那不是很麻煩 那邊量來量去 所以MateLab提供另外一個指定 叫gtext 就是 還沒有出來 gtext就是 它可以點選一個位置 點一下它就幫你把那個字串打進去 所以就看你需要在哪個地方打字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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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進去了 gtext字串 這個我沒有範例 這個可以各位自己試看看 其實下一個卡面gtext 然後打string 然後你的游標就會變出一個 不同樣的游標出來 等著你去按它 你按下去 這個string就會到你的圖上面去 那其他還有各式各樣二維繪圖的指令 error bar f-flut 蠻多的 我們直接看範例 error bar是把誤差範圍畫出來 我假設你有一個 y等於sin x 假設我在上面每一點的誤差範圍 都是y的值乘以0.2 那我就可以用一個error bar這樣的指令 把xy和它的誤差範圍一起畫出來 得到的效果就類似這個樣子 它就把你誤差範圍 當 當它y的值變大的時候 0點在這裡 y的值變大 因為是0.2的關係 所以跟著變大 y的值變小就跟著變小 到負的值變大 它又跟著變大 然後又跟著變小 所以就可以把誤差範圍整個打在上面 那麼f-flut呢 我們剛剛講plut都是秒點做圖 但是秒點做圖 有時候圖畫不好 你不要覺得秒點做圖很簡單 點給我就把它畫出來 有時候函數是不連續的 或是震盪很厲害 你就很難畫 像這個東西 這個圖畫出來是什麼樣子 各位可以想像吧 真的不太好想像 當x值很小的時候 1除以x會逼近於無窮大 那再取sine值 那你根本不曉得它的值是在哪裡 這樣x稍微動一下這個sine值 跳來跳去 各位在微積分裡面學過 好我問你 y等於sine 括號1除以x 在x等於0這一點 連不連續 連不連續 連續的定義是什麼 其實微積分是蠻無聊的 說你什麼連續不連續 這些東西其實 我們在自然界 很少看到這種不連續的函數 大部分都連續的 但是就會有人造出這種函數出來 讓你跟著它的圖很難畫 x稍微多一點或少一點 它在那邊 在0點附近就震盪很厲害 所以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指令叫f plus 來進行較密集的取樣 取點然後把圖畫出來 但取點它會自動幫你取 它並不是說你給我x 我拿幾個點 y的拿幾個點 我就把圖畫出來 而是說我在變化很密集的地方 取點會取得很密集 那變化比較不密集的地方 取點就會取得比較稀疏 所以用f plus呢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處理這個事情 你就可以很快知道說 這個函數大概長的是什麼樣子 各位你看這裡 如果你用f plus畫出來 你會發覺在這裡 它會 這一區呢 它點會很密集 當然你看不太出來 因為它是把你連續連起來 在其他地方呢 點就會把它放得比較散一點 那為什麼很密集呢 因為到它很小的時候呢 尤其再往下 在x值變得更小的時候 它就登登登登 上下一直震盪很厲害 那這個幾乎就震盪到 就是無窮次的震盪 在上面跑來跑去 那這個函數的特性 讓你說一定要用f plus來畫 才能得到比較好的結果 好 極坐標 極坐標 各位高中有學過什麼 玫瑰線吧 玫瑰圖之類的 可能有點忘記了 看這個範例 θ 角度 角度我0到2π 0到2π 0到2π是怎麼樣 繞一圈嘛 就整個繞一圈 那cos 4乘上θ 所以這邊是0到2π 所以4乘上θ 變成0到8π 那取它的cos值 然後我把這個值呢 設定於它的r 所以有r 有θ 你就可以把它的幾座標畫出來 那可以想一下這是什麼樣的圖 我們 如果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圖 你代表就怎樣 去瞄點做圖嘛 對不對 幫它瞄一遍 那你會進行瞄點做圖的話 就是 好 c大等於0的時候 0在這裡嘛 角度是0的時候 c大等於0的時候 cos0等於多少 等於1 所以在這裡 有一點在這裡 假設這邊是1 好 θ等於 0 這個θ等於2分之π 4分之π在這裡 8分之1π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所以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什麼時候θ會變0 什麼時候cos值會變0 當這邊等於90度的時候 r就變0了嘛 對不對 cos90度變0嘛 cos90度的話 這邊等於2分之π 然後除以4的話 θ等於8分之π的時候它會變0 所以在這裡是1 在這邊它就變0了 到這個角度的時候 就是8分之π就變0了 但中間怎麼變呢 如果是θ等於16分之1π 會出現什麼 16分之1π就在這裡 這裡是π 16分之1π 16分之1π cos4θ等於cos4乘上16分之π 等於cos4分之π cos4分之π是多少 0.2分之1 對不對 所以是0點多少 0.707 所以大概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圖是這個樣子 這樣 這樣彎進來了 彎進來這裡面 然後θ在變大的時候 它就彎到 變負的 會彎到下面去 彎到下面去 彎到下面去 繞回來繞回來繞回來 一直回轉 所以最後的圖變成是 這個樣子 可以想像 可以想像 所以 c大值本來是0 在這裡 那c的值慢慢走到這裡是變 16分之π 它變0 接著走到這裡以後 它的r就變負了 所以是它走來這裡 繞過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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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怎麼走的 同學 考試會考 它怎麼行進的 這個區間是怎麼走出來的 所以各位要知道 這個其實 沒有想像中那麼直覺 對啦 那方式實際上還蠻簡單的 但是你要瞄點 瞄一遍才知道它是怎麼走的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是 它是 這裡 從這裡開始喔 0 這樣走 走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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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幾月幾號 9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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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剛剛那個圖 這個叫 這個叫玫瑰線 或是花瓣線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所以就產生這樣的花瓣 那你今天是4乘上θ 所以出現 8個花瓣 你今天如果 如果這邊是5乘上θ 就出現10個花瓣 依此類推 好 再過來我們來看 直方圖 直方圖在統計裡面叫Histogram 就是你給我一堆資料 我算出 在每一個區間裡面 這個資料點出現幾次 所以就是 這資料假設都是一我一的資料 我就把資料 依照它的最大值最小值 我們把它切開來 在X頭上面分出一個一個的 這個病 病代表一個 一段區域 就是在這個病裡面 它資料點有幾個 在下一個病又有幾個 把這個資料點有幾個圖 畫出來就叫Histogram 中文叫直方圖 但是我不曉得這個 這個直方是怎麼出來的 為什麼叫直方 有人想是 是不是畫在圖又直又方 但是其實也不是這個樣子 來看一個簡單的範例 我產生亂數1萬個點 出來是一個1萬乘到1的向量 表示X有1萬個元素 然後我就把它畫出來 切分切成25等份 25等份就常常從它最大值 和最小值把它分 分成25個病 25代表資料1大小分堆的堆數 看要分幾堆嘛 然後也就是畫幾條線的意思 畫25條線 那後面這個可以暫時不用管它 其實這個不需要這個東西 上面這個範例只是要把它的 把它的顏色把它改成白色之類的 但下面這個不重要 所以下面那一列可以不用管它 那畫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然X介於這個 這個譬如說-3.1到-3中間 資料只有一點點 然後到這邊資料越來越多 當X介於0左右的時候 它的資料點可以到達1300多點 這個就叫做直方圖 那直方圖它出現個數就代表它的機率 所以你可以想像 知識上這就是代表一個它的機率的密度函數 你如果把它的 把它的曲線畫出來 整個畫出來之後 然後把它往下壓一壓 壓到它整個下面面積等於1 那它就是一個機率密度函數 機率有沒有修過 機率沒修過的請舉手 通通修過了嗎 有修過的請舉手 所以是大部分人修過 所以這叫做一個直方圖 英文叫Histogram 那其他還有一些指令我大概講一下 Histogram我剛剛講的是用 用X坐標當作資料的值來分堆 當然我可以把它使用 用角度來當成我的XO 或是說把XO來當成角度 把它Histogram畫出來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類似的玫瑰花瓣的圖 所以它叫Rose 比如說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X它每取一個單位 例如說這個三角形的長度 就代表有幾筆資料 那這個角度表示介於0到這個角度中間 有幾筆資料在裡面 介於這個角度和這個角度中間 有多少筆資料在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在極坐標上面的直方圖 那麼Compass是以圓點為起點的向量圖 來看這個 我們這邊還是需要瞄點做圖 這個就是考試會考的東西 所以瞄點做圖有時候不是那麼直覺 你要一步一步把它做一遍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邊我就是產生我的Sida Sida是0到2π分成50等份 所以就是繞一圈 從0度繞到2π 那我的Rose就等於Sine0.5乘上Sida 好那最後我把它轉成 轉成這個 這個應該看得出來 這是Polar Polar to Cartesian Polar就是極坐標的意思 Cartesian就是直角坐標 從極坐標轉成直角坐標 得到的XY 我再送到Compass裡面去畫 那它就會把它的坐標軸呢 把每一個項量呢 中心點定在0點 然後每一個項量都畫一個箭頭出去 所以這個像類似一個Compass 就是一個羅盤類似的 羅盤圖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角度從0變到2π 但是Sine在算的時候呢 是從0把它乘以0.5 所以它得到的值呢是從0到π 那Sine從0到π是正數還負數 是正數嘛 對不對 所以Sine的一半它是慢慢變大 然後又變小回來 所以最後得到的圖呢 各位要想像一下 考試的時候可能就是 我把Equin寫出來 你把它畫出來 那你就要瞄點做圖 大概要畫一下 花一點時間 最後得到的圖是這個樣子 有點難想像嘛是不是 考試的時候是上筆考嗎 沒有 紙筆 紙筆 紙筆考試 你們喜歡上機考嗎 我們一般都紙筆考試 因為上機要做的東西 作業裡面應該都做完了 剩下的就是一些 譬如說Tiler展開式 請你把它寫出來 會吧 X加Y的N字方展開來是什麼樣子 這我上次已經寫過了 透明片裡面也有 然後各位看這個圖 有沒有 它 C打是從0 這樣轉到2π 但是Sine的值呢 它只算0到π 所以會從0慢慢變到1 又變到0 所以你看它的長度 長度在這裡 這是它的長度 長度從0開始慢慢 長度越來越長 到這裡變成1 慢慢又變小 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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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回來了 縮成這個樣子 就好像一個愛心的形狀 但上面你要畫圖呢 也可以更簡單的 其實不用那麼複雜 你就直接 你看我下面畫的 這個東西是不是更簡單 直接這樣做就可以 兩步就把它畫掉了 好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只有牽涉到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上次講 我看是同影片上面 可能沒有說明這個事情 這我要說明一下 這個也是考試會考的 哇 這是要怎麼把它轉上去 用蠻力是沒用的 我們上次有講到Euler's number 另外一個 Euler's identity 它講的是什麼東西呢 exponential 等於cos cos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有看過的請舉手 大部分都看過 在哪裡看過 在哪裡看過 電子電路 電子電路 除了電子電路以外呢 你是志工還是電機 志工電子電路 你沒有學到 電子電路 誰教的 尼文老師 尼文老師 好 好 那這個是在電子電路裡面 怎麼用到的 寫 寫 sinusoidal steady state 對 對 facer 有沒有 向量 那個向是 一個目 一個 兩個目 目目 向量 好 這個式子叫 Euler's identity 由於這個式子 讓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 這就是我的R 對不對 R在這裡啊 這就是我的Sida Sida在這裡啊 Sida在這裡啊 抱歉Sida在這裡啊 這個J就等於更好負義啊 所以我根本就不必寫前面還把它轉成什麼 Polar把它轉成Cartition 通通不用 因為我直接這樣寫 它裡面就是一個負數 那負數它花的時候自然把它拆開來 時數區部拆開來 圖就出來了 好 這個式子怎麼證明 記不記得 李永龍老師有沒有證明 沒有 證明還是很簡單 萬變不離其中 泰勒展開式把它展開來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 這邊把泰勒展開式展開來 這邊用泰勒展開式把它展開 兩邊一比 一模一樣 好 好 考試會考 其實我們教的這個 所謂的Signitive Computing 上都還蠻簡單的 能考的東西實在太少了 我說說實在的 所以我講會考的就一定會考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考 所以這個一定要會 就是我剛剛講 怎麼證明 泰勒展開式展開來 對看看一不一樣 答案就出來了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第二個是羽毛圖 羽毛圖跟前面很像 只是畫出來 它是一個一個把它插在上面 得到這樣的結果 我們剛剛講羅盤圖是中心點 一定在圓點 然後把它畫出去 羽毛圖是 第幾個項鍊就畫在幾上面 第一個項鍊畫在這裡 第二個項鍊 第三、第四、第五 如果它排出來 它就好像跟上面插了亂七八糟 插一堆劍在上面而已 但羽毛圖 我覺得是沒什麼用 只是 只是好看 也沒有多好看 反正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到這裡我們應該 結束了 好 還沒有下課 我們 那個 因為 我 我們今天 我原先出了五題作業 那其中兩題是 我以為今天會講快一點 沒想到天氣這麼熱 它會害我越講越慢 所以 後面兩題變成沒辦法做 所以變成只有三題 所以我 我會回去把它補成四題 那第四題就是什麼 就剛剛那位同學問的 Local Maxima問題 那一題很簡單 我現在示範一遍 你們看一下我怎麼做 然後 要做就很簡單 既然上一次 因為我現在還來不及放上去 我的題目很簡單 就是說 產生一條 Random的曲線 比如說一條Sine Wave Sine Wave 上面把它加一些亂數在上面 然後它就會亂跳 請你把每一個局部最大值把它點出來 加一個圈線在上面 然後把每一個局部最大值打上去後 打一個Arrow 這一點值 它的X值 Y值各是多少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它就打打打打 然後直直出來 大概這樣 那我現在要說明一下 就是說 你怎麼樣找局部最大值 和局部最小值 局部最大值和局部最小值呢 它怎麼定義呢 這個要上下 我要在這裡開 假設一條曲線 各位注意喔 這今天也是給各位作業 只是我還沒放上去而已 假設一條曲線長得是這個樣子 好 假設這是我的區線 上面都有資料點 資料點在上面 什麼叫局部最大值呢 局部最大值就是 我這一點比左邊大 比右邊大 比右邊大 就叫局部最大值 所以 所以就這條曲線而言 要比左邊大 比右邊大 但是 頭尾我們不看 因為頭尾只有一點 我們就不用管它 譬如說這一點 這是一個局部最大值 因為它比左邊大 比右邊大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又是一個局部最大值 比左邊大 比右邊大 這又是一個局部最大值 局部最大值 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 有點往下 往下再上去 所以給一條曲線 你們要怎麼樣把局部最大值找出來 你這樣可以說 我們寫一個for loop for i等於 譬如說從2開始好了 for i等於從2開始到 這邊是n 這邊n-1好了 我比左邊大 比右邊大 我局部最大值就出來了 這樣也可以 那我們假設在這題中 不會出現 一模一樣 不會出現這樣子 如果出現這樣的話 這兩個 都可以算是局部最大值 或是都不算 就看你的定義 那我們假設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假設每一點的高度 通通不一樣 那你就是要把局部最大值找出來 然後 打一個箭頭 箭頭 這邊的座標是 可能這邊是x座標 比如說這邊x座標可能是0.5 那這邊高度可能是1.2 那這一點的座標又是多少 這一點的座標多少 這一點的座標多少 到這邊會 變成會打在這邊會遮住 不過沒關係我們先不管它 各位的注意就是 這樣子把它顯示出來 那麼顯示出來這樣的 我剛剛講說你用fold loop來做 事實上也是蠻簡單的 但事實上你也可以不用fold loop來做 假設我這個座標是x好了 這是我的x 我可以算一個index 我就算我比左邊大的有哪些 我說index1 等於x 我的右邊比左邊大的 所以我從第二點開始算 2到end 大於1到n的-1 這樣會出現什麼東西呢 只要我這個比這個大 我就會出現一個1 但這個沒有比這個大 這個比這個小 我就會出現0 所以這整個index出來 是個010101的向量 那只要裡面有1 就表示我這一點比左邊大 這一點比左邊大 所以我說這是index1好了 那我再設一個index2 我也要比右邊大 所以我就是x 也是從第一點開始 1冒號n 冒號n的意思就是 表示全部到最尾巴 我一定要比右邊大 要大於x2 抱歉n的-1 -1到2到end 所以這邊表示 這邊出現1表示我比右邊大 這邊出現1表示我比左邊大 左右怎麼定義呢 發現這邊出現1的話 表示我這邊比我的左手邊大 這邊出現1表示我這一點比我的右手邊大 那你兩個做一個and 答案就出來了嘛 答案就出來了嘛 大聲一點聽不到 對啊 對啊 有平易啊 2到end是從2到end 減掉1到end的減1 就是所有的右邊的減掉左邊的 現在這個也是平移啊 1到end的減1是前面的 減掉全部往右移一個單位 你上來講 我聽不到你講什麼 你說什麼 不是 它這個如果是index比的話 它這個比出來的話 1 2 然後它是第二個 然後和這個比 對 然後得出來的應該是 這個的話 和比 這個比這個大 這個如果比它大的話 它就是1 對 然後這個比的話 然後應該是 它比它大的話 它就是1 對 一個就是1 然後這樣的話 那麼 如果說這個是 這個是1 這個是2的話 然後它這個比出來 這個就是0了 然後這兩個的話 對 我自然一直 我還沒講完 就是你這個index 大概是這樣 至於它index 有時候會有差異 你要做一些處理 對 所以你講的沒有錯 可能好像哪裡不太一樣 但剩下就是 你要做後續怎麼做 我這只是提示而已 我這不是標準答案 所以簡單的講 就是說這一串 index1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是 有沒有長長的一個像這樣 就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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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到end就是這邊 減掉 1到end減1是這邊 有沒有 兩個像相減 看我哪邊比哪邊大 那這邊剛好是顛倒過來 一個是 是上面的去減下面 看哪邊大 那剩下 這index1跟index1 這都是0 0或1的像這樣 現在你只要把它end起來 最後可以得到它最大值發生的index 剩下就讓各位去試看看 所以這邊呢 當然你可以寫一個fold loop 我講過 但fold loop看起來很笨 fold loop會比較慢 但用這樣做的話 應該是一步 兩步 第三步答案就應該出來 那它的local maxima的index就會出來 結果可以開始畫打點上去 那打點就可以用fold loop search做 這樣有沒有清楚 剛剛問這一題的同學是哪一位 是你是不是 這樣有沒有清楚 謝謝你 貢獻一個作業 不過這個應該不難 這應該不難 我現在講過各位就應該了解 但是我還沒放上去 所以各位還要再等我一下 那來 前兩題 前兩題加上後面還有兩題 實際上這題是比較簡單的 那 你不是有做出來那個動畫的嗎 你要不要demo一下 看那題做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先各位先看答案是什麼東西 然後回去再做會比較簡單一點 來 你直接放在上面好了 好像現在有比較涼一點的感覺 好不容易 那助教demo一下 我們其中有一個是畫圖 有沒有畫一個星星 有沒有 結果會出現這樣的效果 其實這題很簡單 你把我的範例第一題跟第三題 只要改一行答案就出來了 那剩下就是說我要你利用這個 這樣的圖形 你要產生一個gif檔 你去網路上隨便找一下資料 隨便把mainlab 這每一個圖把它抓下來 變成gif檔的一個frame 那個隨便一找就找到了 這是第二題 第二題 第一題是什麼 第一題是螺旋 那不是更簡單的 第一題螺旋 今天我都出的太簡單了 都怪天氣太熱害我上不下去 然後第三題是什麼 第三題是那個 背一題的可 喔 背一題 那你要demo一下 喔 背先刻也要講一下 再跑一遍 那個 你把那個 那個Wikipedia的那個網頁調出來 我直接說明一下好了 網路點得上嗎 網路點得上嗎 好 點到下面去 到下面有動畫 好 那個所謂basic curve的意思就是說 你給我好幾點 譬如說這邊是三點 你可以三點 四點 五點 六點都可以 好 那我這邊有一點 你看它有綠色這條線 有沒有 綠色這條線 你看看得到吧 綠色這條線就是平均的 當這裡 從這裡移到這裡的時候 這邊從這裡移到這裡 但在移的過程中呢 它立刻取它的 取它的 從移 有沒有 慢慢移 慢慢移到終點 就會得出一個曲線 這叫quadratic quadratic basic curve 所以你要知道它是什麼產生的 那如果有很多點的話 下面這個high order 這個各位可以不用管它 這跟各位無關 你要畫的是把這個圖畫出來 那如果你如果有很多點的話 就會出現 我直接在上面講好了 現在只有三點 所以是這邊 這個綠色這條曲線 一個從這邊走到這裡 一個是從這裡走到這裡 所以這條綠色的曲線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這樣走 從這裡 然後這樣走到這裡 那如果有第三點 第四點的話 也是一樣 它走到這裡以後 然後也去走到那裡 然後再走到這裡 這樣一路走過去 那走的過程中呢 你要取綠色的 這條直線上面的某一點 當作你basic curve的其中一點 那怎麼取呢 就當它在移動的過程中呢 它只是慢慢變化的 從這邊最左邊這一點 當它到終點的時候 它會到最右邊這一點 那如果很多條曲線的話 它也是要慢慢走 慢慢走 走到最後 最後一點一定是停在這裡 那這樣就可以拉出一條 Basic curve 這邊有沒有問題 那Basic curve 你會問我說這有什麼用 這在Computer Graphic上面 甚至要產生 font字型的時候 都會用到這樣的東西 就你給它幾個控制點 它就可以把你拉出一條 很平滑 很漂亮的曲線出來 來 這邊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今天就上到這裡 各位就回去做作業 那我們今天就是 在實驗室先把兩題做出來 另外兩題回家做 那但是下個禮拜就 全部在實驗室把它做完 你還沒有什麼事情要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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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剛剛講過的6點20再過去喔 現在的話就大家請去示範吧 好 有任何問題的同學可以留下來 來 各種藝術 中文字幕 李宗盛